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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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吃 然後就把所有的東西都丟掉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剛剛就是因為 善意的謊言 對 不想要讓他覺得很難過 可是他真的太誠實了 他自己吃 他覺得不行 所以他就把東西都丟掉了 他有生氣說 你們剛剛為什麼要騙我 他沒有 他自己就是 他就 轉頭叫披薩 沒有 他就 他就從裡面端烤雞出來 因為他有蛇手嘛 對…他就不用擔心了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 有時候太直接也是會 就是那種直接 我覺得很壓迫 就比如說像拿煮飯這個東西 然後你外國人是非常的直接 他不好吃會跟你講 但我也希望人家如果不好吃 比如說太鹹或什麼 你可以直接說 可是他是下一趟來的時候 他直接幫你 把調味料什麼都換過 結果他直接就會買了 一大包的調味料 就說這個調味料是我覺得好用的 你用用看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有這麼差嗎 你需要把我整櫃的調味料都換掉 那個我就覺得有點壓力 就是我能接受老實質講 但是你不要改變我的東西 OK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講話的方式 也讓我有的時候感覺到壓力 比方說有一次 我跟一個朋友吃飯 然後他帶他的一個朋友 那我完全不認識那個朋友 然後我們也沒有交換聯絡方式什麼 然後該付錢的時候 我要拿出來我的錢嗎 那個人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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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什麼意思 沒有 我可以付錢啊 沒關係 不是 不用 這一次我請 那我就心裡想 這一次代表還有下一次嗎 我就很不清楚 我以後不會再約那個人 然後他說沒關係啊 真的 下一次以後我去德國 我找你 你再親我就好了 然後我想說 你有打算去德國 我也不會在德國啊 那你講這個 你再約真的啦 免費啦 你就接受嘛 沒有下一次啦 我有對賀少祥很大的意見 如果現在杜莉在這邊 他應該會打死你 我跟你講 他喔 只能這樣的作法 因為你看 我們就是有很多次就是去喝酒嘛 有一次去杜莉的演唱會 然後就是我們又抱箱對不對 那就是說抱箱譬如說 一千塊OK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只有喝水 我沒有吃東西 我們只有喝水 所以30塊 連下都不行 然後就是我們是 對 他那時候沒有喝啤酒 是沒錯 所以我們是喝 但是這個抱箱是我們的嘛 大家一起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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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啊 我只有喝水的那個 吃一條先... 那個先師機什麼的chicken 那就... What 那我們怎麼跟你講啊 就想跟你說下來自己付啊 不然咧 比我期待個份 溫某 我們有一些那個餐廳 是算一個人的最低銷 所以即便他們那邊已經滿低銷 你可能還要付不大 沒有 低銷的話我都可以付 對啊 但是他們多點的東西 我就不想付啊 因為那個不是我吃的啊 他意思是說 包箱費八千 你可以share那一千塊 但是如果超過 比如說點到一萬塊 他們加點的東西 他只要你付那一千塊啊 蛤 他只要你付那一千塊啊 當然可以啊 如果要一千塊 你有付嗎 哪一次啊 每一次 不是 我每次要拿錢包 翔翔 不用... 你那麼窮 我賺了很多 我很多案子啦 沒關係啦 我幫你付錢 好像是 對不對 他比較... 然後我說 我每次都跟他說 你太大難了 你不要... 真的啦 沒關係啦 翔翔... 現在是節目 不用說服務 對不起 沒關係... 我太認真了 你還不懂效果嗎 對不起 我剛剛說 一直在效果好不好 你不用講述話好不好 好佩服 你留到快要報罪的時候 你再把他這些講出來 對 但吹一下 你覺得台灣人很客氣 對 我覺得台北市 台灣的典願很客氣 不管是7-11那個 或者一個... 對啊 你不買他都說謝謝 對不對 不然是要標你髒話嗎 不然咧啦 我真的強調 很...很謙虛有力好 你去法國 如果你不買東西 他沒有這樣的話 罵你 對...罵你 真的 你來台灣 台灣只是跟你說 歡迎光臨 謝謝光臨 對... 即便你沒有買東西 你到了日本 他竟然說歡迎光臨 你走沒有買東西 謝謝光臨 他還跟你敬禮 你知道嗎 這個讓我想起來 那個德國 他們的人 很可怕 你去買衣服的時候 我跟你講喔 我們時間要關門喔 要快點喔 真的啊 我不是靠另外一個笑笑 是假的 真的 真的啦 我們上次去德國也是啊 那個店員超直接的 因為瓜哥就在試一個 一家很舊的店 然後是做手工靴 然後還有做那個 騎馬上面那個馬鞍 他去全手工 然後店裡很小 皮的嘛 對不對 瓜哥喜歡皮的 他很喜歡那種馬靴 然後呢 那家店就只有那個店員 然後就很擠 很小一個地方 然後瓜哥就在試一雙馬靴 我就在幫他翻譯嘛 然後他就在試一雙 就拉不起來 他就因為 瓜哥的小腿比較壯 然後那一個人就說 你可以跟他講 妳講得好謙虛喔 那個人就說 你可以跟他講說 他小腿也太粗了 拉不起來嗎 我心裡想說 怎麼我翻譯給他 貼我就被殺了好不好 然後我爸就說 他講什麼 我說沒有 他說他這個桶啊 坐得比較小 他就是比較窄一點 所以 妳好會翻譯喔 妳還要幫他 對 我說坐得比較窄一點 所以這可能 對 他們超直接的 算得太粗了拉不起來 這個讓我想起來 另外一件事情 我在德國的時候 到底想不想賣東西啊 這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住台灣真的太好了 OK 比如說我上廁所在台灣 我可以去一個餐廳 你要喝水 喝水 沒有水 沒有水啊 就點飲料 對 對 台灣也有這種店啊 你要接廁所的時候 你要先買個東西啊 那你就是買一條口香糖就可以了 不是 每次都叫我買那個豆漿啦 豆漿是多少錢 那你那麼計較幹嘛 我想尿尿啦 沒有 他想尿尿 還這樣買豆漿 是很不合理啊 幹嘛 德國不知是 想尿尿還比你喝東西的是怎樣 德國不就是餐廳這樣子 在外面的公公廁所要付錢 一定也一定要的 所以那很麻煩 我在德國都不習慣了 我小時候 讓我最驚訝的是 我看了一些功夫片 然後那個大師 就是最厲害的那個大師 他就什麼都認得可以打敗 他打之前 我就想將一個請多多指教 因為在美國那個拳擊手 他們要對打之前都是 嗶嗶嗶 我把你打到地上了 嗶嗶嗶嗶 都消音了 你看美國人多出 你媽媽怎麼樣 你知道那個消音嗎 對 就是嗶嗶嗶嗶 然後其實最近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請多多指教 因為不管你功夫多好 如果你硬 那你就是算是你很謙虛 如果你被打敗 那你也很有面子 你也沒有在那邊 我很厲害啊 什麼什麼 最近有一個女生 她紅到爆 她叫Ralsey 格鬥 格鬥拳擊 她超厲害 但是她就是一直說 我多厲害 多厲害 多厲害 然後她終於遇到一個 比她厲害的 那就是你們美國人 垃圾話比較多啊 是啊 亞洲人 亞洲人有一句話叫 他跟妳說 多多指教後面在對妳出招 所以叫先禮後兵 先禮後兵 對 謝謝老師 不客氣 對 特地來工作 我比較喜歡比較直接的人 如果我做工作的不好 我比較喜歡一個人跟我說 你做的不好要換著 比方說我一次去拍照 然後那時候我感冒了 然後我們環境多的時候 還是換一個背景 我說好 我可以休息一下 說沒關係 沒關係 你去 你去 那我上學校 然後每次我們要 可能是15分鐘休息 我去沙發上休息 說沒關係 你可以 結果拍完了 他們到我公司說 不好意思 Fabio真的今天太累了 大家需要休息多一點 今天一直在學校一直下去 這工作不太好 可是對方知道你感冒嗎 對 我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今天不舒服 他們都說你可以休息 對 可是台灣人好像都這樣 見面三分親 然後背後講小話 對 是這樣 最後我真的很討厭這種 如果大家說 不行 我們該時間 你一定要 我記得你幹嘛 可是我一定要 就很快的工作 我說好 但是如果說 他跟我說 你可以休息 沒關係 後來到我公司 那我就知道這不好 台灣人如果他說 你可以去休息 台灣人就說 不用...沒關係 我OK 對 可是沒想到他真的去休息 對 沒有想到他 他也嚇到他 對 真的嗎 對 但台灣人上次這樣子 很想要一件事情 可是都說沒關係 不用 不用 像比方說 我之前有幫一個朋友按摩 然後旁邊有一個女生 她一直在看 就是 那我有感覺到 她一直就是很羨慕的感覺 就是 好想被按摩 真的啦 真的啦 好羨慕 而且你看 那個女生說了 那個女生說了 哇 福利那麼好 幫她按摩 我就跟她說 喔 你也想要是不是 可以啊 她說 我怎麼好意思 我說沒關係 真的啦 不用害羞啦 我真的可以幫你 喔 不用 不用 謝謝你 不用 真的啦 但是她還是感覺 就是很想要 你是幫你女朋友按嗎 不是 朋友 那你示範一下 你按一下夢多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喔 好舒服喔 真的 你好厲害喔 然後旁邊 旁邊 喔 福利怎麼那麼好喔 就是眼睛好大喔 然後我就說可以啊 不用 我怎麼 就是很虛偽啊 我想說不用那麼客氣嘛 你很想要的話 我幫你又不用 我不會那麼小氣嘛 我覺得你們受到讚美的 的那個感情也有一點奇怪 也讓我誤會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中文還沒有很好 然後就成這樣我朋友說 喔 你好厲害 你好厲害 她說 哪裡 哪裡 我說 你很厲害啊 她說 哪裡 哪裡 我說 哪裡 哪裡 你東西掉了是不是 你在找什麼 哪裡 什麼東西 我就聽不懂啦 那像我們 你成這樣我們的